告别传统味道的咸鱼饼子 记者继续南行 来到辽宁最南端的老铁山 春日 这里清晰地印出黄渤海分界线 到了深秋 则会迎来一批远方的客人 旅顺的老铁山 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从地图上看呢 就是雄记下巴的位置 这里是东北亚最最重要的 鸟类迁徙通道 每年的9月到11月间 会有超过300种上千万只鸟类 在这里停留补给蓄力 而后飘洋过海 飞到温暖的南方以及澳大利亚 在这当中啊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猛禽类 据说中国会有一半的猛禽 在老铁山停留 其中包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金鸟 与此同时呢 老铁山也是捕鸟人和护鸟人之间激烈的战场 上百年来 老铁山周遭的村民 以捕鸟为生的不占少数 他们会在密林深处绑上捕鸟网 将飞过此地的飞鸟一网打尽 小的鳞鸟直接把头拧掉 送到附近的饭店 如果是猛禽就要活的 卖给收鸟人做标本 百兰子村的刘文志在这片山林里已经生活了将近五十年 他的太爷爷曾经是职业捕鸟人 或许是继承了祖辈的基因 刘文志从十六岁起就开始上山抓鸟 但是突然有一天 老铁山的人发现 那个捕鸟的刘文志消失了 山里出现了一位护鸟人 名叫雪狼 雪狼能发现最隐蔽的网地 雪狼能剪掉最高处的捕鸟网 今天我们率先要拜访的 就是这位传奇的雪狼 还有特别的东西是吧 这个望远镜 这个是那个急救豹 这个镇管是一发现有活的鸟 首先先给它印点水 用镇管 一般发现活的鸟 他都应该是很紧张了是吧 对 就先给它喝点水 评测一下它的情绪 我看您那个包装您背过来 我说还有一个东西是吧 这个是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牌 猛禽 这是老骨式标志 对 后面还有您的名字 雪形 雪形 电话 这数据不吉利化 我一旦要是在山上 他说遇到什么事 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找到我 带好装备 雪狼带着记者开始寻山 这片山林是老铁山的核心保护区 平时少有人经过 一天上一次 基本上就是早上出发 然后到下午回来 现在咱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现在这儿 这儿是吧 嗯 看不看 中间没有树 哦 对 确实是这块 咱们刚才走的时候 树很腻急 只有这么一片 对 那它网需要架在哪儿啊 网 它有时候啊 自己带竹根 或者搁那个小细子树 嗯 反正就是它用两个树之间 蹦 刮网 刮网是吧 对 捕鸟人会在密林中射网 早晚光线条件不好 鸟儿在穿越密林的时候 很难发现这些足以致命的 架在树间的密网 在十多年前 为了多赚点钱 雪狼也在这里架捕鸟网 它每天能抓到几百只鸟 抓过最大的鸟 是一只半人高的鹰 它说就像出院喝酒鹰 记不了 它不管天怎么冷 我宁肯哥就等一天 它就不觉得冷 特别看鸟儿来的时候 你再怎么冷 往上都不知道 说到为什么会从捕鸟人 变成护鸟人 雪狼沉默了 您觉得您是在还债吗 说心里话吗 您觉得是在还债吗 说心里话确实在还债 人间就是捕鸟儿太多了 杀生杀的太多了 可能因为下半生来还 你希望都还给他们 对 从2014年起 刘文志放下了捕鸟网 拿起了剪刀 他要划破过去的网 他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鸟网上 从网上救下一只鸟 有事 别人就跟他说 说你拜 你就是拜折腾了 现在救你了 那个鸟有事 拯救不 它就不扑了 往北 鸟的灵性 让雪狼震惊 他觉得 从救鸟这一刻起 他才真正了解 这些打了三十年交道的生理